日本究竟要道歉到何时 这是日本人给朱镕基总理的下马威 暗中策划精心安排 日本的本意是让中国当众难堪 可朱总理接下来的霸气回应 却直接堵上了所有日本人的嘴 作为全世界罪而道歉的国家 日本人点头哈要以示歉意 早已成为一种深入骨髓的习惯 可面对他们最应该道歉的中国 却堂而皇之的表示拒绝道歉 而他们拒绝的原因 竟是因为已经道歉太久了 百度搜索朱总理大气回应日本 了解更多历史故事 在这点个三连 为老一辈的外交风采点赞 2000年10月出于国事访问需要 朱总理到访日本 开展了为期6天的外交访问 因为事先知道这场访问 将由日本电视台全程转播 所以在出发前 朱总理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进入迁徙时代后 随着国际环境的不断变化 中国与日本的敌对关系 也迎来了缓解的时刻 考虑到中日邻国进行经济交流的必要性 此次访日计划 朱总理是带着增性事宜的友好愿望启程的 但让朱总理没有想到的是 访谈活动刚刚开始 一些提前被安排好的代表 就向他提出了一个棘手的问题 在朱总理的注视下 一位代表脸不红心不跳的表示 在过去的几年中 中国一直要求日本为清华战争而道歉 不知道日本究竟要道歉到什么时候呢 很明显这是一个敌意十足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 日本为了阻碍中国发展 一直协同美国孤立中国 但随着中美关系的不断升温 日本也不得不紧随脚步改变对中方的战略方式 1972年中日建交后 日本首相虽曾到访中国 但却并没有对当年的清华战争正式表达歉意 甚至在两国建交后 日本首相还曾明目张胆参败过 供奉着日本战犯的禁国神社 对于中国而言 日本这样的行径既是不尊重两国建交事实的表现 也是在无形中伤害了当年在清华战争中受害的中国人民 1937年日本全面清华后 中国大地遭遇到了使务强力的破坏与打击 无数民众流离失所 牺牲在战争的炮火下 三光政策 731部队万人坟南京大屠杀 每一个名字的背后都藏着血淋淋的民众鲜血 震惊世界的东京大审判中 4300件日军犯罪证据被出示 无声的向日本侵略者发出抗议 即使是在这样的牺牲与死亡面前 日本不仅丝毫不反思自己的行为 反而质问中国为何一直要求他们道歉 这显然是毫无道理的 因此在听过这样的问题后 朱总理面容沉寂 以不容反驳的语调表示 日本在所有的战败文件中 都没有正式向中国人民道歉 虽然道歉与否 在于日本自己的选择 但绝不能说是中国没完没了 要求日本道歉 朱总理的话音落下后 现场一片寂静 日本代表的这一问题 本应是想激怒朱总理 以此来向中国发难 但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即使是在如此敏感的话题上 朱总理仍旧保持着冷静 从容不迫的避开了所有的陷阱 用自己高超的语言艺术 霸气维护了中国的大国格局 也正是这次交锋后 眼镜中国一步步走向强大的日本 不得不低下了自己高傲的头颅 开始放弃所谓的封锁计划 如今几十年过去了 中日关系一直在矛盾中前行 但无论历史发展到哪个阶段 正是历史都是日本需要做好的第一件事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欢迎大家给我们的视频 点赞评论 加个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